一、二、三、二 在爸爸妈妈和阿公阿嬷以及工作人员陪伴下 小朋友开心地玩几个项闯关游戏 玩完了就进入儿童游戏区内再大玩一场 重阳节快到了 由基隆市政府社会处主办天爱社会服务协会承办 特地在七堵室内儿童乐园举办三代玩室内儿童乐园活动 由于户外气温下降又下雨 因此在室内儿童乐园里面办理活动 都受到家长和阿公阿嬷们的称赞 在这个地方我还是很不错 对 外面下雨这边不用淋雨很棒很方便 不错很不错在基隆特别的不错 小孩生的东西很多 小孩生的东西很多 人家出来走走看看 所以这里面也不够好就好就对 对对 穿车也很方便 看到大小朋友都玩得很开心 到现场同乐的基隆市长谢国良也强调 希望赶在年底圣诞节前 中山以及中正两区的室内儿童乐园也能够正式启用 冬天一来的时候 爸爸妈妈是不是都有觉得不好带孩子们出去玩 所以我们的室内儿童乐园就是为了基隆的下雨天而特别的打造 目前正在建制当中 大家可以猜猜看未来在哪边 一座呢会是在中正曲公所的大礼堂 一座呢会在中山区公所的大礼堂 而且我有看过这个设计图 感觉都非常的漂亮 那我希望这两座也能够在圣诞节左右 在年底前希望能够顺利的开幕 这样子我们就有四座的儿童乐园 可以跟大家一起度过这个冬天 市政府社会处长杨玉兴也表示 在市长支持下室内儿童乐园 从11月1号开始将会增加场次开放的时间 方便大小朋友使用 我们11月1号开始 在市长的指示之下呢 我们开馆的时间有增加场次 所以所有的爸爸妈妈小朋友 要记得有多了一个场次 每个礼拜三到礼拜五 有四场可以来玩耍哦 那另外礼拜六跟礼拜天也增加了场次 欢迎爸爸妈妈来告诉我们 你们想要早一点 八点半开始 还是想要晚一点 到六点半还要有场次 最后到七点半来结束 欢迎爸爸妈妈来告诉我们 礼拜六礼拜天你们的想法哦 主办单位也特地安排奉茶的仪式 由小朋友端茶给市长谢国良 社会处长杨玉兴 以及早就做阿公的市议员张耿辉 从小学习尊敬长辈 崇尚校道的礼节 民众也带着小朋友 纷纷要求和市长谢国良等人一起合照 快乐庆祝重阳节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